大稻城的经济重心为迪化街 而迪化街一段155号 从早期贩售南北货 到现今经营文创品牌 这间看似平凡的店家 却是台北市政府文化局 登陆的历史建筑 让人不禁好奇它背后的故事 我自己本身对这种文化资产 本来就比较关注 所以我知道台北市文化局 它有这个老房子运动的计划 还蛮巧合的是 那时候就看到说 155跟329那边在做烧商 就决定试试看 然后也还蛮幸运的有被选上 整个一楼都是我们的营业空间 客人随时都可以进来参观 二镜因为它空间的平处比较大的关系 所以我们也透过比较弹性的配置方式 那它就可以变成 大概二三十人的一个活动空间这样 这个据点本身它就是一个承载这样历史记忆的空间 迪华街一段155号 建筑最早可硕至西元1850年代 依据记载 1924年至1936年 为谢回春商行营运 主要经营石油 肥料 砂糖 香菇 猪油等商品 1951年由李清发买下后 贩售南北货 并成立新天城行 这边以前卖南北货 在战后作为一个南北货的进出口 在更早期就是作为茶商的囤货销售地 所以它其实在日本时代 在清代的时候 在战后其实它都有不同的生活使用 我祖父 他们那时候在这个迪华街 有成立一个福寿同业商业工会 这一带 中南街跟中北街的这些商行 贸易行 他们都从事南北货的 比较大批发商的进口商 这个是代表性的 所以这一栋房它其实是有一间店面 两栋主结构两进 然后中间就有过水 然后后面也有一个过水 所以就是一坎一间店面 二落两栋建筑物 两过水有两个开放式的天井 譬如说国小一回来 那要帮忙妈妈 因为爸爸常常就出去挖天酒地 所以我都会坐在前面 前面那个门口的地方 我会摆一个凳子 从小我就想赚钱 所以我就会坐在那边 帮忙照顾 譬如说有客人来就招呼他 你要买什么南北货 所以这些我都很熟 这个故事还蛮有趣的 就是我们开始营运之后 然后有一天就有一个大哥 他就跑来我们这边逛 他就说他以前就是住在这边 然后他说他以前就在那个楼梯上面跑来跑去 我曾经从这边那时候就是搬货摔下来 差点没命到十二三格的位置 砰砰砰摔下来 应该是1985年 到1986年 那个时候卖的 但是卖的那个时候我本人不在 所以呢 我二哥跟我讲 你的东西都被搬到荣安街的一个住所 那时候我莫名其妙 哎 迪花街怎么没有了 回来才知道说 爸爸妈妈已经卖掉了 迪花街一段155号 在这之后 也经历几代不同的新主人 看似永无止境的产权变动 直到2005年 有了不同的转类点 这个洞当初在2005年的时候 被指定为历史建筑 算是迪花街这边 目前已经很少见的闽南式的建筑 它还维持着闽南的这种山墙的斜屋顶 所以在这个建筑里面一些角落 可以看到这样子历史变迁的一个痕迹 清代开港之后 这个洋人的建筑技术慢慢的进来 那开始有这样子的专造木结构 甚至洋楼这种拱窗的形式 其实它有一个很棒的演变式 那这也都是我们在迪花街15号里面可以看到的 它就融合台湾的这个历史发展 各个阶段 这栋长达百年以上历史的敏市建筑 在2010年 透过URS都市再生前进计划 成为推动与发展迪花街的基地之一 告别过去的百年杂粮中药行 迎来一群志同道合的年轻人 那我自己进来迪花街八年的时间我觉得我们做了好味食堂 来到我们的空间认识我们的老房子 然后再到街区上面去认识迪花街的老板 然后再把食材带回我们的空间 然后再经过教他们怎么烹调的那些食材 然后让他从这里带走属于大道琴的味道 所以这个就是我们在做的事情 就是说我们大家对于老房子的运用 其实不应该只有献说他的想象 而是可以从他老房子所展现出来的这些 艺术文化历史的这个故事 我们继续再去说他接下来可以再发生的故事 到现在他们还会怀念 有时候我带他们过来 我们以前就在这边 感觉这边文创他做这样 是比较现代化 然后看起来是蛮舒服的 我们以前也没有空调也没有什么 所以都靠电风扇 接着它变新了 但是其实老味道还在 就是这样 唯有正式文化资产保存 与活化再利用 才能让过去转化成迈向未来的基础 老屋和尚心容貌 不变得使人 与建筑物交织出来的故事 将继续锁下去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